这两年经济真的不大行 各大厂商为了要年轻人掏出钱来 真的是想了各种办法 最终他们发现最有效的一个办法 是通过旗舰产品阉割一点点 然后把它便宜一些 推出一个青春版 这个年轻人买账的比较多 所以你会看到 今年像索尼有FX30 富士有XT5 佳能有R7和R10 都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 作为无人机头部的大疆 当然也必须跟上这个潮流 所以现在你就看到了DJI Mini 3 以及Mavic 3 Classic 这两款飞机 因为我们已经做过了 Mavic 3和Mini 3 Pro的独立评测 所以这个视频 我打算这两台飞机一起来讲 因为它们本质上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青春版 以更便宜的价格 推给你一些旗舰版产品 才有的核心功能 所以如果在这个时点 你要买台无人机 到底什么是我最推荐的 那这个视频 应该会给你一些答案 感谢大家 接受值点赞 Madata 许多宋 Bkino 1.0 2.500个人 3.500个人 腿下 1.800个人 3.500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先我们来聊聊这台刚发售的mini 3 这种青春版的东西不先聊价格真的是毫无意义 因为它不会给你别的什么惊喜 更重要的就是价格 mini 3的单机身售价是2689元 你觉得怎么样 那相比mini 3 Pro便宜了接近1500块钱 那不过如果你想要爽飞的话 你还得加1500块钱买一个长续航唱飞套装 如果你想要一个带屏遥控制的话没问题 大家也贴心地替你准备好了 再需要加1000块钱 大家嘛 合理 那外观上mini 3相比Pro的区别其实不大 它核心的地方在于它砍掉了所有的视觉避障功能 就是那些避障都没了 和mini 2简直就是一脉相承 前世后世统统砍完 只有一个底部的两颗传感器来保证它的悬停功能 这一点其实我在以前的评测里面有表达过这个观点 越是入门的人本质上是越需要避障的 但这个问题确实无法调和 因为大疆没有办法再去降这个成本 避障就意味着要加视觉摄像头 又要增加算力 所以说现在mini 3直接开摆 全部都去掉了 给了我这个运动中哦 大疆也算是懂年轻人的 知道年轻人可以克服这个问题 但无论怎么说怎么开玩笑 这意味着如果你是一个新手 或者你推荐一个朋友买的话 一定要嘱咐他要仔细地来飞这架飞机 因为还是会有一些危险性 即便飞机很小 一定要保证无人机在视线范围之内飞行安全 是第一位的 抗风也是一架无人机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mini 3和mini 3 Pro的表现其实差不多 我觉得已经非常尽力了 大疆工程师做的确实不错 但是你不能指望他去和Mavic 22S 或者是Mavic 3这种大型的无人机去比较 只要风一大的话 还是会出现非常吃力 或者甚至偏移的情况 这都有可能有 所以说在风和日历的情况下 带上女友出去飞一飞 是mini 3 比较好的一个使用场景 强风之下 加上没有避障 还是会让人心里非常发慌 而且容易提空回家的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那既然避障已经砍掉了 图传这次也肯定要挨一刀 这次mini 3采用的是大疆的O2图传 虽然传输距离会有点影响 但是除了画面质量没有O3图传好 其实稳定性我觉得倒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已经挺好 不然我以前的飞机都是怎么飞的对吧 但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而且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台无人机本身没有避障 通常你也是在视距范围之内飞行 那图传的这点影响 基本上是感知不到的 那反倒是录制参数上的阉割 我觉得会让我这次有一点在意 mini 3最高只支持4K30帧8比特 H264的录制规格 没有4K60帧 也没有1080P120帧 也没有D-Cinelike 这年轻人就 哎呀 犹豫 我想忍但我也忍不了 难受 对吧 要知道mini 3和mini 3 Pro 用的是同样的影响母组 1.3英寸的传感器 这个真的挺好的 但为什么在Pro上有的这些参数 现在全都没有了 哎呀 大将稍微再多给一点吧 哪怕给个1080P120帧 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 也会挺有吸引力的 所以这么一看 其实它参数上相比mini 2 你会发现它是一模一样的 不过好在mini 3拥有Pro上面 这个4K HDR视频 传感器本身也更大了 同时它也拥有超彩的2.7K60帧 以及1080P60帧 这两个对我来说都是挺有用的 毕竟很多人并不需要4K 他只需要一个更小的文件 但是要保持这个画面的锐利 所以1080P和2.7K的超彩 我觉得对于新手来说还是够用的 当然毕竟mini 3是一架青春版的飞机 你让我去说它的功能有多震撼多内容 那些我都看过了 我也不会这么惊喜 但它上面阉割掉这些功能 换来的是续航时间 配合它的长续航电池 它的续航达到了51分钟 这个没别的 年轻人 就是体力好 内存方面这次我是有点大受震撼的 因为mini 3 Pro上面 我有个功能被我吐槽和骂了好几次了 就是它机身只有1.2GB的机载内存 拍4分钟的视频就满了 那个东西有点离谱对吧 所以大疆说你们就骂吧 那我把它也砍了 所以现在mini 3你必须要买TF卡 才可以完成录制 对于新人来说有点不太友好 我在想其实大疆你都这么青春了 那你要不干脆给我来个更青春的 砍掉两个螺旋奖得了对吧 整个和隔壁00科技一样的无人机阿凡达同款 也能飞啊 省钱 虽然我吐槽这么多 但在这个价位你会发现 mini 3确实还是挺有竞争力的一个东西 对于一些朋友圈或者社交媒体来说 大多数朋友飞得小心一点 也基本上是够用的 传感器也是挺好的 尤其是这一代加入了数拍模式 对于很多拍式竖屏内容的人来说 会很有吸引力一些 只不过相比mini 3 Pro 我觉得大疆的刀法这次稍微有这么一点点过 不过抛开价格去谈性能 我觉得就要耍流氓对吧 这次mini 3相比Pro版便宜了快2000块钱 我个人觉得性价比还是挺低 但是硬要我推荐的话 我个人还是会优先推荐mini 3 Pro 你会获得臂账 更好的图传 更高的记录规格 这2000元的提升我觉得还是挺值得的 但是如果预算有限的话 那就没有选择了 mini 3就在这里 这就是这个价位的一个优质选择 我们来聊Classic 这个Mavic 3的青春版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款上个月发布的Mavic 3 Classic 那老规矩先说价格 相比Mavic 3 这次Classic便宜了整整3000块钱 单机的价格也降到了万元以内 也就是9888 那这个价格和性能其实也就是Mavic Air用户所期待的一个改款 毕竟这3000块钱区别其实本质上也就只有一个 就是少了上面这颗长焦镜头 别的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那其实我很喜欢长焦镜头带来这种透视的感觉 但是Mavic 3上面这颗长焦镜头 我们当初也有提过 它几乎就不是专门为拍摄而设计的 当初更多是为了这个寻向模式 这个观察模式来设计的 所以虽说现在通过固件更新支持了手动曝光 但是它的画质和这颗M43的主摄相比 还是差了一大截 硬个集 玩一玩 拍几个镜头还可以 但是基本上还是没办法用在商业项目里面的 所以如果说这个长焦镜头对你来说几乎不用的话 那Mavic 3 Classic就是一个更加合理的选择 虽然硬件层面的改动不大 但是说真的我觉得Classic现在的样子 才是一年前Mavic 3应该有的样子 因为过去那些硬件的问题真的是层出不穷 无论是硬件层面还是软件层面 Mavic 3都有太多被人吐槽的问题 我们在网上也都看到了 大疆尽可能的弥补了 但是不能否认 Mavic 3是一个诞生的过早的设备 但是Classic的发布相对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现在无论是延时视频还是调整ISO和各种别的参数 D-log 机内降噪基本上也都完备了 首先就是Classic现在支持了夜景视频 这里有一组对比 你可以看一下 夜景模式和普通模式下的区别 可以看到画面噪点确实相比普通模式要少一些 但也许是算力的问题 夜景模式目前只支持4K 30帧 也没有D-log 所以如果想要高帧率的话 那只能通过后期再来处理这些噪点 另一个软件更新是这个定速巡航 这个对于刷锅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 只需要打好干量 按下C键 飞机就能按照你设定的干量 匀速的飞行 这比智能化的拍摄会来得更方便一点 配合Classic的全向避障 熟悉操作以后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 当然还是要注意周边的环境 它不是代表它不会炸机 只是概率会低一点 还有个风光老会很喜欢的更新 就是这个快速预览功能 过去我们拍摄一段延时以后 总会有一段时间交给无人机来实现机内的合成 但是对于延时来说 时间就是最宝贵的 有了快速预览以后 这段时间就可以被节约下的 毕竟大部分拍摄风光延时的人 大概率都不会直接用机内合成的那段视频 更多是用原生的照片 加上最新固件里面的航点飞行功能 可以实现一些有意思的延时效果 或者是一些定点飞行 这都可以做到 不过已经买了Mavic 3的朋友也不用担心 这个功能现在虽然只有Classic有 但是之后会通过固件更新 反而下放给它的高端版这个Mavic 3上的 所以到头来Mavic 3 Classic就是一台市场定位 我觉得更加下沉的设备 或者说钱包收割器 M43传感器 优秀的色彩科学 更好的续航 全向避障 这就是无人机里面的佼佼者 对吧 这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其实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贫困问题 至少目前我们这台Mavic 3 Classic 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 我的朋友也买了 我也去看了一些它的 也没有看到什么品控问题 但这个采样率太小了 如果你有遇到问题的话 你可以在弹幕上打一下 但是我觉得大疆应该也在Mavic 3上面 吸取了不少的这个经验 或者说教训 所以说了这么多 你会发现 大疆在无人机领域真的实现了质霸 不管你有多少钱 你会发现它都有这么一架无人机 在等着你购买 这个挺离谱的 但是要我选一个我个人最推荐的飞机 我现在最喜欢的还是Mini 3 Pro 而不是Mavic 3 C0 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我愿意带着身上的一个体积 续航画质 都达到一个非常甜点的位置的飞机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我觉得也完全够用 如果你是专业用户的话 或者商业使用 其实用它也可以拍一些画面 但是如果更需要画质的话 Mavic 3 Classic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好了 这里有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的话 也请我们点赞投币三连转发 就会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 那么我们 下次再见